我 刚擦完药 先别说 龙 你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我心疼死了 快来 爸爸 他看到他要找他 你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像个猪头 不骨 不骨 行了 你省省吧 反正你现在说话一个走都听不懂 他说你是来干什么的 你走 这你都听懂了 又一个既体贴 又善解任意的男朋友真好 他说你羡慕什么 你不是要追温让吗 温让 我叔叔 所以你是来找我的 那说说吧 怎么回事 你给你追点招备 还不好追 那好追的我还不喜欢呢 追我的我又看不上 你叔叔就正好 既不是舔狗又有个性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 这么多年啊 追他的可不止一个 全部被挡回来了 你想好了吗 我当然想好了 我现在就关心一个问题 他还会和他前女友在一起吗 这个没可能 那我就放心了 我有自信 那作为朋友 你就不能透露一些 重要情报给我吗 比如说 你家的地址啊 你妈 不不不 你奶奶或者是爷爷都喜欢些什么呀 我好有地方使啊 你这个水瓢啊 打到温让身上 都未必能激起水磕 你是不打算帮我了呗 你知不知道为了能让你跟丛容在一起 我费得多大的劲哪 你比如说 喝汤那次 你走了之后 我是拼了命地说你的好话呀 还有 还有从容吃秦医生醋那次 他气死了 他 他说要跟你立刻划清界限 是我拼了命地跟他说 温少卿这么好的男人 怎么可能脚踏两条船呢 好不容易才给他劝回来的 好 好 没事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温少卿都不会在意的 原来是这样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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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不是重点 现在最关键的是 我这么拼命地成就了你们的感情 你们 你们 就不能成全一下我的吗 好吧 祝你好运 谢谢 啊 容啊 没想到这辈子不但能跟你做姐妹 还可以做亲戚 等着叫我沈沈巴 不错了 不找你们两个谈恋爱了啊 拜拜大直的 拜拜大直媳妇 我居然降级了